记者政委齐台北报道,桃园国际机场将成立国内首尖机场拓英中心。 桃园机场公司表示,因应机场工作人员需求,经评估规划后,决定在第一行下一楼,设置近50平的机场拓英中心,提供2岁以下婴幼儿教育,照顾服务。 首期将招收30名幼儿,预计于4月底召开说明会,最快在5月底开始招生,希望能借此鼓励员工们增产报国。 桃园机场拓英中心规划了活动区、睡眠区、用餐区、专属厨房、独立胃育及婴儿护理等空间,病医幼儿年龄设置三间教室, 且都采用无毒健康材质,地板加高30公分隔绝湿器及减症降噪,软电液特别加厚,还设置了植栽生态区,为保护小朋友安全,还设置24小时监视及门禁系统,同时将加强保全巡逻机航警巡检。 幼儿照护需要高度的专业,托婴中心将委托具备时机及振兆的托育团队经营管理。 机场公司表示,由于无需在额外负担土地租金等成本,托婴中心的收费将比桃园市的平均收费标准更具竞争力。 目前规划收拖顺位将以公司员工子女优先登记,若还有名额在开放机场其他单位的企业员工子女报名,超额则以抽签方式。 未来随着桃园机场多项建设将陆续完工,机场公司表示,不排除增设第二间托婴中心或规模更大的幼儿园积极推展家庭。 友善政策是机场服务员工能安心工作并取得家庭与工作间的平衡。